台勒斯近期正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 其中也推出演唱会电影 吸引众多粉丝到电影院观看 台湾票房更持续攀升中 人气相当惊人 而近日就有网友挖出他9日出席 N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时 弄丢一纸 价值约台币37万元 戒指上的暂时的影片 这件影片中台勒斯发现 戒指上的钻石不见了 慌张的向工作人员求救 而他惊恐的表情 瞬间就在网上掀起热议 众多粉丝小贩大赞他超真实超可爱 另外还有粉丝拍到 他弄丢钻石后 他的思想旁边有人说到 所以我从不买昂贵珠宝 像是在自嘲自己很常搞丢东西 画面十分逗趣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